其實就是我們人的一生圓滿的一個循環 先生出來 出長城 談戀愛 然後最後就是出嫁 上台可以啊 可以 沒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線上賞物 我是Ted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終於進軍新竹啦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 應該算比較靠近竹北吧 難聊 今天要來參觀的是 倉截建設的倉截日日 聽說這一塊基地有900多坪 而且有非常高的綠幅 聽說建壁蓋得很小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接在中心門口了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參觀囉 本案投資新建為倉截機構 營造公司是台溪營造 基地位置位在新竹市北區 東大陸山段377向旁 而接待中心就在東大陸市段133號旁 基地面積大約有914坪 樓層規劃地上15層地下3層 登機類別為住宅區沒有店面 戶數規劃一共110戶住駕 133個停車位 坪數規劃為38-45坪 是3坪到4坪的產品 公設比大約是32%左右 最後管理費用的部分 預計每個月每坪55元 本案位於新竹的南寮地區 聯外交通鄰近68號快速道路 可以銜接國道1號與國道3號 經由台15縣串聯61號快速道路 或利用舊港大橋與竹港大橋 通往竹北地區 想要前往新竹市區就走東大陸 以及公道五路 本區生活技能仰賴東大陸商圈 基本的餐飲店家、銀行、超市等都具備 往返車程只要3分鐘 如果需要大一點的賣場 開車至南亞商圈就有大輪發 或是到新竹市區就有Big City與城隍廟商圈 海岸線衍生的豐富資源是本區賣點 漁港市場、漁林天梯、環保運動公園 風力活動公園等等 沿著17公里海岸風景區 一路欣賞海景與日落 是當地最著名的假日休閒 本區還有另一項特色 就是伴隨濃厚的空軍文化 留下不少碉堡遺跡與眷村市住宅 歷史的痕跡現在看來特別有味道 特別是康朗義舊車站 由解說員帶領搭小火車 導覽農村之美 最後強調一下 學區本岸距離南寮國小 大約700公尺 出校門口左轉300公尺 就是南寮派出所 孩子上下學可以相對放心 您好 哈囉,你們好 我跟專案有約 對 專案 門口都全部放熱膏耶 嗨,您好,您好,歡迎歡迎 請專案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大家好,我是全力實業的專案經理張志杰 今天非常的榮幸可以邀請 佩德來參觀我們的昌劫日的接待中心 你們怎麼一進來就擺那麼多可愛的熱膏啊 因為我們的案子設計的風格 建築師在初期的發想 它就是由積木這個概念去堆疊出來的 我們邀請了樂高的積木達人 這都是他的作品 對,這是整個台灣耶 對對對,從北到南 新竹小朋友就是特別多 出生率很高 我們也是標榜幸福的城市 所以我們用比較 從去活潑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很繽紛 只是感覺這一整套很貴而已 哈哈哈哈 去看一下那個模型對不對 來,我們這邊請 這模型做蠻大的 這個模型要好幾十萬 對,這個是全白色的外觀 那白色的外觀是很容易髒 消費者的認知都覺得 白色好像它會比較容易髒污 而且又是處於在海港的附近 那時候海風很常吹 然後會夾雜沙嘛 大一下就變得很黃黃那樣灰灰的 會麻 外牆的磁磚 它是特地去選用日本原裝進口的 那您可以看到建築的基地 落於這30米的天府路一段 還往後的退縮 基本上它是屬於無限洞駕 不光只是退縮19米 在我們這條馬路的前方 市政府還有留社自行車步道 將來可以一直連接到 17公里海岸線 非常棒 您可以看到大門的入口處 因為是日 對,它是一個雕塑品 哇,還是個顏色 進到我們一樓的大廳的門廳 是挑高4米8 進去以後 我們有接待區 信箱區 我們還有設置室內合同遊戲室 都在一樓 後面一個乒乓球活動空間 哦,就是乒乓球間 將來我們把球桌收起來的時候 官委會社區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小型會議的運用 所以那應該是一個多功能一次 對 過來了以後 我們有設置一個瑜伽教室 瑜伽教室旁邊我們有設置一個變身房 這個社區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有設置媽媽教室 而且我們把社區景觀最漂亮的地方 留設給它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幾樣是戶外的部分 哦,這邊有個過道 還有設置一個兒童攀岩區 還有溜滑梯 這個戶外是有雨遮的哦 這是不會怕下雨 哦,旁邊還有個 這是護城河嗎? 這個是核信溪 那這條溪呢 因為我們以前這個土地座落的附近周遭 全部都是涼鐵 經過時代的變遷 這個灌溉的溝渠 它還是留設在的 後面是規劃什麼 我們這次的基地非常的特別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私有的後花園 也是非常的廣闊 中庭我們還有設置八呆庭 將來住戶它在這邊游氣的時候 小朋友在這邊奔跑的時候 非常地舒服 而且是安全的 我剛剛就很想要問 外型是不規則的 有些有突出來的 但有一些是沒有欸 它是什麼樣的設計呢? 來,我跟您說明一下 這次建築師他設計非常的有創意 他跟業主的總監 一同去到了荷蘭考察 對於港灣人士馬翔 把一些不錯的元素 把它帶來這個區域 可以看到它在設計這個陽台的部分 它是用跳層的一個設計 你可以看到我們戶戶都有景觀陽台 那每一戶的陽台 它可能是座落在客廳 也有可能是座落在主臥室 所以就是每一層都有自己的陽台 但是只是它可能位置在不一樣 整個外型就會有不規則的感覺 您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這個四個顏色 運用在我們每一戶的前陽台 每一個顏色都有賦予它一個意義 建築師他在家裡翻到一本和服的書 像這個它是女郎花 女郎花的意思它就是由女初長成 再來呢 這個它就是一個Spawn的顏色 Spawn的意思呢就是出嫁 然後女兒長大了 然後出嫁 嫁人的一個祝福 這個顏色呢它是叫做白綠 白綠它就象徵純淨的愛情 這個顏色是更特別的 它叫做鳥之紫舌 反映就是說一個新生兒單身 所以你看喔 這四個顏色你把它串聯起來 其實就是我們人的一生圓滿的一個循環 那這樣不是這樣 要這樣拍 先生出來 出長成 談戀愛 然後最後就是出嫁 應該這樣子 這樣還可以啊 可以 沒有問題 鳥之紫舌建設它去選用日本的Nagoya的賽克這家公司 生產的磁磚 將近80年的歷史 這個就是之後的白綠 對就是您剛剛看到的白色的外牆磁磚 它將來施作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一採一採 傳統的二釘掛它是一支一支去貼的 對 所以相對的可能就會有一些的誤差 將來我們整體完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平整 一台條紋路是用來幹嘛的 它就是有自解的一個功能 自我清潔嗎 對 那一些的髒污它在卡在這上面的時候 我們經過雨水啊風啊 它可以直接順流的這樣 像我們一般有些大樓外牆 可能經過了兩年三年 你就覺得它非常的老舊 這一面 就是光有滑一點 閃光有的一個部分 施作於我們的陽台外框 這個跟它去做一個搭配 建築的外觀它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這個是大樓的外牆 然後這是陽台的外框 陽光照射下來的時候 它就有閃閃的一些的光澤 這是日本納粿啊 它有搬國內的二丁掛去組織 一個您可以看到它的吸水率 就是一般的大概將近快一半 吸水率它越低磁磚來講的話 越不容易進水 對 強度 它也比較不容易變形 那可以看到它的衣鉤 它會比較深一點 有一些大樓 它經過風吹日曬雨淋以後 可能或許會有一些的波羅 因為它比較深可以比較吃得到 對它跟我們的混凝液窩果更緊實的 SGS報告呢 它還有日本的JTTA的一個報告 生產履歷都是過億檢測 所以這一般消費者 它可以非常放心來做使用 剛剛有提到了我們四個顏色 在我們的陽台內側的 它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日本艾卡塗料 八大優異的一個特性 蚊性 低臭胃 低甲 全部藍性 抑制髒污 剛柔性 防皂與防霉性 高耐厚性 對 而且這個非常的重要 它標榜是經過30年容易退色 所以我們把它運用在陽台的一個內側 將來髒污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簡易清理的 這不錯耶 因為其實現在在蓋房子很少一直 這麼注重在外牆的磚上面 對 沒有錯 非常少大家都可能結構講一講 公社講一講 所以這次建設公司它非常的用心 外牆的磚磚 還有我們的塗料 將來這個昌劫日日 它就是這邊的一個地表 這一次的樣品屋 我們邀請了即日設計的蔡依林設計師 來為我們掏刀 對 她是非常知名的一個設計師 這一次的樣品屋 我們是做38坪三坊制內合局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住戶的大門 對 它是非常的沉穩 這次我們選用的是Wolflock三合一的電子鎖 你可以看到我們可以用卡片感應 就可以進去了 卡片密碼跟鑰匙 鑰匙 來 歡迎光臨 你可以看到我們建築的設計規劃 一進來就是一個非常寬敞的玄關 這邊真的算寬的耶 而且我們可以運用旁邊 可以去做一些收納 吊掛一些我們回家的衣物等等的 大衣 衣帽的 對 可以設置一個夢幻鞋櫃 甚至說有些客戶他喜歡打球 可以放一些球具 喜歡運動的 可以在這邊吊掛一個腳踏車等等的 然後這個就是你們的門口機 對 這是我們社區保全一個系統 我們也是用Wolflock 它可以跟我們社區的大廳去做連結 將來可能有什麼樣的聯繫上包裹啊什麼的 都可以透過這個螢幕 很清楚的看到是誰 然後一進來就是連接iPhone式的廚房的餐廳 對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客廳餐廳都非常的寬敞 將來居住在這個地方非常的舒適 這一間樣品屋的屏數是多少 全裝面積是38坪 對 我們室內有將近快24坪左右 可以規劃三房 對 我們是三房的一個設計 空間的感覺是非常的舒適的 那是坐完天花板的 我們的樓高是有將近3米15 對 坐完天花板還有3米15 如果說你天花板做一些的造型來講的話 其實都還有2米8 2米9的一個空間 坐一下 喔 這邊就是紅色的那一個 對 我們將來這邊是一個落地窗 可以走到陽台 將來您坐在這邊看看書 喝喝咖啡的時候 你看是不是很舒服 陽台也不小吶 對 非常的好用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們前方放置一個電視 其實這個空間來講的話是非常的舒服 將近快10坪左右的空間 對 因為一進來我是覺得 你永遠都猜不透它其實是一個小房子 對 因為我剛才也進來想說 嗯 好像是4房的產品 因為很少會2房3房做這麼大的客廳 沒有錯 因為通常大家會想說房間不要太小 反正想要做大一點 壓住到客廳 其實現在人的生活的主性喔 它其實很希望說公領域它是開闊舒服的 那因為房間它其實就是休憩的空間 我們可以在室內來講的話去營造這樣一個感覺 是非常的舒服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廚房去設計和開放式 將來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做中島吧台一個空間 包括我們現在可以在這邊聊天啊 那朋友來的時候 也可以用電腦 而且最重要的是小朋友他可以在這邊寫作業 跟我們的家長 媽媽可能在這邊做料理的時候 他可以有很良好的一個互動 對 不會說要在房間講話用吼的 沒有錯 早上起來的時候在這邊喝喝咖啡一個早餐 看到我們屋外非常開闊景色 你會覺得這一天一開始就充滿了能量 然後去迎接今日的挑戰 這邊就廚房裡面了 這個地方放冰箱的 擺放冰箱 硬氣櫃 豆腐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廚具 都非常的有設計感 這不會是冰箱們丟附的吧 這都是我們的一個標準配備 這是標準配備 是 這個蠻好看的欸 沒有錯 而且我們選用外面是德國的防草板 那我們用清水模具 搭我們的木紋 單機的產品 我們林內的空碗機 林內隱藏式的抽油煙機 跟我們的雙口爐 都是林內的品牌 搭配我們的人造石排面 還有一個非常寬敞的水槽 在這邊做料理洗滴的時候 是非常的足實的空間 我們這次的線上特別用心 可以看到我們櫃體的板材 它是選用歐盟10等級地價圈 來搭配德國的防草板 哦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窗戶 對 將來在這邊料理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的門熱 啊 這邊就是後陽台嗎 這邊會有一個工作陽台的空間 放洗衣機和帶衣服 在衣架 對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設計師 就是把這個空間做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對這個空間來講的話 它就是第二個起居式的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在這邊辦公 或是說看看書報的時候 它是非常舒適的空間 哦 而且對外也是一個很大面 也是一個大面窗 而且我們也是看出去 也是非常漂亮的窗景 哇 那其實這樣子 如果這件事打開的話 這整個面寬 將近快7米了 來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公共浴室的設計規劃 搭配我們非常漂亮的瓷磚 壁磚設計 我們所有的衛浴的產品 都是用TOTAL的品牌 我們有做了乾濕分離的 銀浴的一部分 面盆的檯面跟浴櫃 非常精心設計的標準配備 我們每一間的浴室都有對外窗 所以將來在浴室空間裡面 就不容易潮濕跟八美 而且採光都會非常的好 我們再來看赤卧 你可以看到我們赤卧的空間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邊也是有一面窗戶 做通風採光 這邊的衣櫃是蠻深的 60公分 其實擺雙人床是擺得下啦 沒有錯 就算我們擺了雙人床 公道來講的話 還是很舒適的 擺雙人床大概到這邊 走路的空間其實還很雙密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還有流色非常大的 可利用的一個空間 這邊我們也可以去設計的櫃體 等等的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梳妝台 不過也可以當梳桌 沒有錯 最後我們來看主臥 好 來我們這邊請 這是我們主臥室 同樣的喔 它也是享有這非常寬敞的大面窗 我覺得你們這邊很厲害 是顏色搭配的很好 對沒有錯 顏色很舒服 因為大部分我們在外面參觀是擺設為主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透過顏色搭配 讓你沾這個空間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安定感 其實你看到我們主臥室的空間的配比 我們擺放了雙人床以後 你所有的走道的空間 它是非常的流暢 主臥室的一個衛浴設備 我們的設計的風格 它是用比較清水膜的顏色來做設計 那你可以看到同樣的衛浴五鏡 都是用偷偷的影牌 乾絲分離 然後我們主臥室 配有未洗粒的免治馬桶幹 以後在使用的時候是非常的舒服 同樣的配是一個熱騎的小太陽暖風機 這是它一個操作面板 它有好幾種功能 冬天洗澡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暖房 甚至說氣味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強制換氣的一個功能 那如果說夏天炎熱 還有涼風的功能 然後上面就是可以控制連動廁所的燈 是 到我們最後說優劣室的時候 今天參觀的倉傑日日 他們還有送勾帶喔 今天來其實他們昨天特別有提到 他們現在有一個優惠方案給首購族的 首付只要48萬 在工程程間是零付款的 那預計完工是2021年底 希望會如期完工 那優勢的部分第一個 它是南寮稀有的大基地 有很豐富的公設 全靈化的公設 第二個就是它獨特 白色的外觀的建築 白色外觀 我們今天也問了 他們在建材的用料上面 是非常的用心和直系 可以避免以往 白色的建築物會有的缺失 第三個 他們的基地有900多坪 但是建幣率只有 蓋30幾% 退縮19米 而且面天俘路 還是一個30米的馬路 基本上整棟大樓 每一面看出去都是無限動機的 再一個就是它附近的公園 真的超級多的 整體的環境率富裕高 相信空氣會好一點 最後 就是現在賞屋就送這個環保杯檔 現在賞屋他們說有送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啊 這可以裝 哦 裝那個水壺的啦 沒錯 就是裝那個酒洋飲料的啦 或是咖啡的 嗯 這個就是這樣用 哦 這叫什麼 環保 提袋 環保飲料 手把 不是 那列色的部分 第一個 它離港灣比較近 就是它旁邊冰海嘛 附近真的也比較空曠 風可能會比較大 不過它們配套措施 就是整棟都有景紅氣密窗 第二個就是這邊的生活機能 發展還沒有那麼熱鬧 所以一樣要仰賴市區的生活機能 市區才比較熱鬧 最後提醒大家 沒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但是你一定買得到適合你的房子 各位可能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來新竹拍開箱節目 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區域有漏獎的 也歡迎留言跟大家講 那或者是在我們FB的討論區 大家可以提出來互相交流 我們的付費會員也開啟了 歡迎大家加入 最後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 大家再見 掰掰